好,那我们这个礼拜会继续看这个 关于一个负变函数它的这种 以它用一些极数来展开的这种表达式 那要看这个之前 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过所谓的密极数 所以我们今天会从密极数来出发 然后我们会先看这个Tiler展开 Tiler展开这个概念在普通的维积分里面 我们可能同学也都有学过 在负变函数里面仍然可以做 Tiler展开 所以我先来前行提要一下 容许我找个空白的地方先跟大家前行提要 好,所以我们先进行这个前行提要 调整一下空间 好,上次我们大概是讲到说呢 如果假设F of Z它是analytic在某个地方 在某个Z等于,比方说Z等于A的地方是Analytic 好吗,那所以根据Analytic这种性质我们上次已经学过 Analytic是一个整个负变里面最精髓的一个核心观念 那其中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是说呢 如果在某个地方Analytic的话 在那边就可以,在那个Z等于A那个地方 它就可以为分无穷多次 所以我们就可以尝试着去建构 我这边讲建构Construct某一个这个极数呢 We can construct所谓的建构 东西我用一个比较文组组的这个词语 建构什么东西呢 我们总是从FZ就可以去尝试建构一个Summation 这个Summation里面每一项就会是F的 它会满足前面某个系数再去乘以这样Z-A的N次方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建构 那么F的这个其中当然N是对从第0到无穷大的一个Summation 第N次为分 在A那点我们已经假设A是在那附近是Analytic 所以我们在那边可以为分无穷多次 但我们知道说泰勒展开的话是在这除以N接 所以总之呢 希望各位同学应该可以so far可以接受说 A在负变函数里面我们总是可以从FZ 如果给定FZ 它本身在Z等于A的地方是Analytic的话 总之我们可以尝试去建构一个这样的结束 建构这样的结束 但是我们总是还要问的一个 马上要问的一个问题 我上次跟大家提到说 我们也提到说 第一个值得问的问题是说 FZ会等于所建构出来的东西吗 打个问号 这边就点点点 就是刚刚这个Summation里面的这一串东西 那事实上在我们问这个等号何时成立 怎么样成立的这个问题之前 事实上作为一个里面这个东西 请注意到说 它基本上前面这个就可以当作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常数的系数 只要A给定的话 F给定的话 这是一个系数 这些你把它当作系数的话 我们就说这系数干脆把它叫做AN 好 第N项的系数AN 那么N就会构成一个数列 N从0到无穷的大 所以in general的这个写出来的东西 它是所谓的密集数 一个power series 那这个power series呢 在给定系数AN的情况之下 它收敛的条件是什么 它收敛条件是什么 这个其实本身也是一个 因为在我们before我们在问等 等是不是成立之前 这个极数本身的收敛性 也是值得去评估的 也是需要去面对 需要去厘清 本身的收敛 收敛与否 这个其实需要去做一些了解 那所以我们上次上课之前呢 最后就请大家暂时先放空 先不要去想它的极数 好吗 所以说上次呢 请大家稍微放空一下 暂时不要去想这个极数 我们就针对更简单的 更基本的问题来讨论说 如果if g of z 等于summation 它就是说给定某些 an的这些系数 那让an 事实上an是可以是 可能是 复数的系数 让我们知道 如果给定g of z 它就是定义为 某个summation an z 减掉a的完全 n次方 n从0到 无穷到 于是 就是给定某一个power series 那这个power series 我们上次 在下课之前 在结束之前 有讨论到一个性质 它有个蛮有趣的性质 我这边稍微 我要插一下电脑 稍微 我插一下电脑 稍微 好 充电 OK 那 就是回答看说 当我们去 给定某一个 这种power series 的定义的时候呢 去考虑 它的收敛的 region 在哪边 可以去考虑 它的收敛的region region of convergence 这是我们要去问的问题 所以上次呢 我们就给定了一个 引理啊 这个引理挺有意思的 这个引理是说呢 如果g of z 注意到这个a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想象成说 在复数平面上 a就是某一个点嘛 在这个点上面 在点面 那z-a就是说 z任何一个复数 z到a之间的相差 所以z-a 可以把它想象成向量 好不好 z-a就想象成一个向量 到某个点z 到某个点z 那上次这个引理 是告诉我们说呢 假设这个g of z 就是if g of z 是converges at某一个特定的z0 at某一个z0 好吗 怎么有一个结果 就是说呢 如果在z0 在点这个power series 它收敛的话 则任何一个 在这个复数平面上 任何一点 只要它距离a的那个distance 它跟a这个点的距离 小于az0之间的距离的话 那么在那些所有的点 我言下之意 就是在一个圆盘的一个范围里面 它到处都是converge 都是converge 所以这个大概 如果我们画一个 画一个虚显 就是说呢 如果以az0为半径 a为原型 a0为半径 画一个disk 画一个open disk 就是在这个open disk 到处呢 g of z 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 其实已经有给定这个证明 这个g of z z all converges everywhere 只要呢 z-a的这个距离 是小于z0-ab 比那个z0 在某个距离的某一个点 收敛的话 则在它内部 在这个 以那个半径 做一个圆盘 做一个圆盘 则在这圆盘的内部里面 任何一个点 不包含边界 但是我们知道 外面不知道 外面不一定 但是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说一定是收敛 好不好 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引领 这是我们上次 最后结束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会 顺这个引领讲下去 来得到说呢 事实上 power series 它的region of convergence 其实它不会有任何一个形状 我再讲一次 待会我马上跟大家说明说呢 由这个重要的引领 我们很快就下一个结论说 这个任何一个power series 它的region of convergence 它不会是一个很奇形怪状的东西 不会是很奇形怪状 那只有可能是什么呢 只有可能事实上 它的region of convergence 要么就是全平面 要么就是 就是一个圆盘 要么就是 可能极端的特点就是说 它只有在A那点收敛 任何A 一离开A马上就发散 这也有可能 给定某一个 如果系数给的很奇怪的话 好 所以由这个今天稍微预告一下 所以今天从这个引领出发呢 我们去讨论这个region of convergence 第二件是只有三种可能 全平面A1.only 或是第三种可能 就是它是一个圆盘 然后再来我们就会 从这个再往下讲的时候 我们将可以去证明 Tiler展开的这种的唯一性 就是说 任何一个analytic function 它如果在A附近解析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做个Tiler展开 所以但是展出来的东西呢 一定就是 就是我们 它这两者确实会相等 所以说言下之意呢 这函数呢 它可以用它的Tiler series 来表现 来表达 来表达 好 所以我们就 拉回到上面 一个一个慢慢讲 那当然我们中间 还会看一些 一些这种求解的例子 也会给一些例题 好吧 Any questions so far 这样还可以吗 还可以吗 还可以吗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首先回顾一下 这是上次的这个引力 这个Lemma 大家看到镜头的上面这边 镜头上面这边的话 这个Lemma 24.2.1 24.2.1 24.2.1 我们已经证明说呢 如果在Z0 这点converge 则在Z0里面 比Z0要短的这个 比A更近的地方呢 都一律都会converge 那中间会用到一些的 证明的技巧 上次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 好 所以接下来看一个重要的这个 我刚刚讲说 Region of convergence 不会是任意形状 这会是我把它称为一个重要的 阶段性的结论 阶段性的结论 我们怎么说呢 假设 我们还是先给定某一个数列 某个数列AN 作为 待会要去建构一个power series 它的系数 每一项的系数 那所以呢 这边就讲到说如果Fz 这边就是先放空 我刚刚强调说先不要想Fz 是一个analytic function 就是什么要去 Fz呢 在这个例子里面 Fz如果是透过 power series这样的construction 我们把它定义出来 好吗 你总是可以定义一个这样的 一种表达式 一种expression 那这个power series呢 它的region of convergence 好 它收敛的这个范围呢 是什么样呢 不管怎么讲呢 它总共只有三种可能性 这边稍微列举一下 第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Fz呢 它只有在 只在 only at only at z等于 az 只在那个点上面收敛 只在那个点收敛 其他方面一离开a就发散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种例子 有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建构得出来 当然我们不会特别去强调 强调这样的case 好吧 但确实有 所以当然这边大家可以看出来 Fz如果converge only at z等于a的话 那Fz就是converge to 基本上to a0这个第一项首项的系数 这是很显而易见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皆大欢喜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说Fz太好了 这个Fz建构出来 因为a选的很漂亮 所以在整个复数平面上面到处都收点 在全平面上面的这个函数就是 这个power series到处都收点 这当然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随便举个例子 比方说呢 我们如果把 大家会看到说 如果Fz 事实上你可以去证明说 Fz如果它等于1fz的话 1fz呢 它是事实上等于 1加上z 加上2j分之z平方 加上3j分之z三方 这个 它这两者首先呢 这个是相等 这事实上 这个power series就是 eofz的态度展开 如果大家熟悉的话 那这个例子而言的话 它就是全平面上面到处都收点 好吧 到处都收点 那第三个例子 才是我们要稍微思考一下 我要请大家稍微来思考一下 第三种可能性的是 它这个收点的范围呢 如果不是全平面 也不是只有单一一个点的 这两种特例的话 那收点的范围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性质 会有一个 就是说呢 收点的region 我把它写清楚 这边各位在图上面 首先看到有一个圆盘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圆盘 有个圆盘 然后呢 我们以这个r为半径 我们以r为半径 以a为圆形 r为半径 画了一个圆盘 好吗 那这个是怎么样说呢 这个 这边是讲到说呢 如果我们收点的区间 不是单一个点 也不是全平面的话 第三种唯一的可能 首先出发型叫存在r 存在某个r大于0 存在某个r大于0 然后呢 为什么我这边讲说 存在某个r大于0呢 接下来呢 很简单 接下来说 一定找到某个刚刚好的r 在它外面都发散 在它里面都收敛 我再讲一遍 这个是第三个 这个刚刚那个引理 会导致一个重要阶段性的结论 就是这个第三点 第三种可能性 收敛区间呢 是什么呢 会我们可以找到 存在某个r 某个非0的r 大于0的r 大于0的r 但是你 这边的意思当然 原下这个in other words 这并不是r r小于无穷大 这个是某个有限的r 存在某个大于0的 有限的r such that such that 我先把这个y插掉 存在某个大于0的r 有限的r 非0的r such that f of z 我们这样所construct 出来的power series f of z power series converges in 以r半径划出来的这个disk and 也就是说一下 在这个disk里面 圈圈的里面 是收点 在外面是 然后第三点 在外面就发散 and diverges in z z-a 大于r 好吧 所以就只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呢 只在a那点收敛 其他地方全部发散 这个极端的特例 第二种可能性也是极端特例 到处都收敛 非常happy 到处都收敛 第三种可能性呢 则是说呢 介于期间 那么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某一个r 存在某个有限的r 以那个r a为原型r 为半径 画一个圆圈以后呢 在圆圈的里面都收敛 在外面都发散 这样大家了解吗 了解吗 这样可以接受吗 有没有一点点surprising 有没有一点surprising 所以我问说有没有点surprising 其实就是要问一个why的问题 why 容许有这边 大家可以想想看 为什么这一定要成立 这个性质呢 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引力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简单说 这个是其实是刚刚那个引力 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论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矛盾论证 我们可以用矛盾论证 那他的说法大致是如此的 就帮大家写一个矛盾论证 为什么不会有任何一个奇形怪状的 region of convergence 如果今天老师说 诶 这边我宣称f of z 的region of convergence 是蓝色这个斜线的区域 它并不是一个圆形 问题是圆形 我们来采取一个矛盾论证的方法 假设还有第四种可能性 假设 assume region of convergence 既不是1也不是2也不是3 它就是一个某个奇形怪状的形状 是长这个样子 for example 那当然A是一定是 A当然在这个范围里面 A在范围里面 好吗 所以这个矛盾论证非常简单 如果这个形状本身不是圆形的话 各位去想想看 本身不是圆形的话 我们是不是一定可以另外画一个圆圈 用哪个颜色比较好呢 用这个咖啡色 我们是不是可以另外以A为圆形去画一个圆圈 画一个适当大小 不说任意一个适当大小的圆圈 画一个适当大小的圆圈 以至于什么呢 一定可以找到一个适当大小的圆圈 以至于 以至于什么 以至于 在这个圆圈 这个咖啡色的圆圈的内部 有不收敛的点 但是在这个圆圈的外面 有收敛的点 我们先先假设说 那个regional function蓝色的区域它不是一个圆形 如果不是圆形 那A在这个区域里面 我们总是可以以A为圆圈去画一个适切大小的圆圈 Such that在这个世界大小的圆圈里面有点不收敛 在外面有点收敛 有某个点 一个就够了 不能说一个就够了 因为一个就导致矛盾 怎么说一个就导致矛盾呢 所以这个点如果叫做点Z1 这个点叫做Z2 好了 我们就发现说 Notes that Z1 离A 比Z2 离A 还要近 Notes that Z1 比A 离A 比Z2 离A 还要近 Right 那这个马上跟我们刚刚的引力产生矛盾 所以有矛盾 有矛盾 因为我们刚刚的引力说 既然从Z2的角度而言 Z2是收敛 在Z2这点这个power series收敛 那Z1 比它小 它必定也要收敛 那个power series也要收敛 但是我们刚刚就说的 就产生一个矛盾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这边就矛盾在这里 所以 所以我们就讲完了 大致上就解释说 的确真的是不可能有123以外 任何形状的region of convergence 要么全平平收敛 要么在一个 可以找到某一个R Search that 以A为圆形 R为半径画一个圆 外面接发散 里面都要接收敛 这是这个引力的结果 直接的导致的consequence 当然第三种可能性就是说一个特例 说FZ只有在A内点 这个power series 这个power series 只有在A内点收敛 好 那讲到这边有没有其他的疑问 有没有一些疑问 那听懂吗 有听懂吗 好 那如果大家有听懂 我这边再给一个note 所以这个其实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一个小地方是说 通常我们在讲这种power series 它的收敛 所以我们 by the way 这个R 所以存在 必然存在的是这个R 必然存在这个R 必然存在这个R 这个R呢 称为收敛半径 就称为收敛半径 称为这个密集数的收敛半径 radius of convergence radius of convergence Such that R的外面接发散 R的里面接收敛 但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说那R的上面 对不对 我讲说 在R的外面接发散 在里面接收敛 那R的圆圈圈的上面 有没有 大家会去想这样的事情 有没有这样的疑问 有没有 还是大家觉得很简单 这个没问题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重要的性质 它其实上 就回答我刚刚的这个疑问 事实上没办法回答 事实上R的上面 是收敛还发散 其实我们不一定 所以这个 在一个魔鬼细节说 它只告诉我们 存在R 在外面接发散 在里面接收敛 一定存在 这个毋庸置 但是在R 找到了R以后 在R的这个圆圈上面 以半径为R的这个圆圈圈的上面 在这个Countour的 Exactly 在这个Countour上面 到底是收敛发散 那不一定 这个又没有一定 这是一个小小细节 大家可以参考 所以由这个以后 我们再往下讲 终于我们可以 来来讲Taylor series 来讲Taylor series 这个下一个主题 这边其实也是有 课本上的一个Theorem 上面是课本上的一个Theorem 所以我们慢慢开始来讲讲看 有关于这个Taylor series 首先呢我们先假设 现在这个FZ终于就把这个 Analytic的概念引进来 我们把Analytic的概念引进来 就是说呢如果FZ它是在某个Domain里面 DomainD 在某个DomainD里面 都到处是Analytic 然后呢我们再假设说呢 这边我画一下图好了 假设说如果比方说我们D 就可能长了一个 某个形状的D 某个形状的D 那FZ在这里面Analytic 那并且呢假设A is an interior point of B 我记得吗 不是在边缘上的点 在A是在D的内部 某一个点 如果A是在这个内部 那并且呢 以A为原心 并且以A为原心 R 某个R 这个R是不见得收电半径 或什么 就某个R为半径 所以说呢如果以A为原心 那并且呢 并且 以A为原心 我们以R为半径 画一个圆 画一个这样的圆 那这个圆呢假设它就是 假设这个整个圆是落在D的范围里面 好 所以这里就讲说这个整个圆是落在D 都包含于D 好 所以 这边就讲到说呢 then 这个定理告诉我们then F of Z F of Z呢 它 呃 它可以允许 在这个 在这个圆盘里面 F of Z 它 呃 那 会等于它自己的Telior Series Expansion 好吗 我再说一次 啊 就是说呢假设F 在D这个范围里面都是Analytic 并且A在D的内部 A在D的内部的话 那么则 如果我们就以任意的A为原心 然后R为半径画一个圆 去画一个圆 那如果这整个圆 是 也都包含在这个Analytic的范围里面的话 好 也都包含在这两个范围里面的话 呃 则 嗯 F of Z 在这个圆的内部 F of Z 在圆的里面呢 就会等于啊 重点就是等于 真的会等于 F of Z真的会等于 右边这个极数 啊 右边等于右边这个极数 这就是所谓的 关于Telior Series 它的整个的这个 框架是这样定出来 好 好 所以 呃 这边就开始讲到说 待会我们今天呃 第一节课下课之前 我想要去勾设这个证明 啊 所以我们待会我先先预告一下 待会这个证明呢 证明会是 Proof by construction 啊 就是说呢 呃 我们会去证明说 F of Z 啊 它 真的就非等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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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盒啊 啊 这个是可以用以直接推导的方式 啊 或者说我就讲白一点 我们会直接推导说这个就是 就是 F of Z 就是等于右边啊 就是等于右边 然后呢 但是这个定理在使用上的时候 使用上面 请注意到一个 它的一个文字的叙述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所以有个地方呢 就讲到说呢 F of Z 啊 admit precisely one power series representation 啊 就是说呢 呃 不要怀疑了 就是F of Z 如果要用power series 来表达的话 它一定就是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它的展开啊 原下定理不会说存在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power series 它也等同时也不等 也等于F of Z 那了解吗 不会存在其他的这种 系数的组合设置在圣前 刚好也等于F of Z 不会啊 它唯一一种表达方式 就是要以这样子的系数 以我刚刚这个 以这个为系数 就是它的唯一 在A附近唯一的表达方式 啊 并且呢 在这个 以A为圆形 以R为半径 画一个圆 那而且只要这个圆 没有突出去到D的外面 那么到处 这个表达是等号成立 而且表达是唯一存在 好 所以 以这个来应用的话 我们先在证明这个定理之前呢 证明还蛮蛮繁琐的 所以我们先看一些例子 我们先来看一些例子 现在看一些例子 所以容许我 之后再来谈这个证明 证明容后再谈 我先来看一些例子 先来看这个 比方说第一个例子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呢 这个Example 5 E of Z E of Z 这个E of Z 所以 E of Z 我们就来试试看 来看一下 这个E of Z呢 首先 先检查一下 E of Z 首先呢 它是 它的Analytics在哪边 它 解析的范围 E of Z是Analytics 首先注意到Analytics everywhere 到处E of Z都可为分 这个了解吗 这个很简单 因为复习一下 D DZ E of Z 到处都是可以为分的 就是为分起来 后来 之后它本身 到处可为分 当然到处就是解析 好吧 所以首先确定呢 在这个 它的这个解析的范围 D就是 整个平面 整个复数平面 第二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则 运用到这个定理 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个定理 尝试去建构 所以我们就可以尝试 因为它到处解析 我们可以建构 N等于0 到无穷大的 这个Power Series 就是N阶层分之F 我们就在 以0为原型 来尝试展开它 好了 0为原型 来尝试展开它 Z-0的N次方 就是Z的N次方 right 那这个稍微 大家计算一下 就很简单 就会发现说呢 这个东西 算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 这个Power Series right 这框起来部分 就是我们按照 这个Tailer Series 它所建议我们的 去Construct 一个这样Series 并且呢 这个定理 我们待会会证明 现在Without 证明呢 暂时就请大家接受说 并且这个建构出来的东西呢 它会等于左边 建构出来的东西呢 它会等号右边跟左边 两者是相等的 沿下这一点 我们可以以右边这个Series 来表达 左边这个原来 已经给定了函数 两者是相等的 而且Moreover 第三点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这个定理还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 来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说呢 并且这个弄出来的话 成立 等号成立的范围 有多大 问问大家好 这等号成立的范围 并且有多大 成立的范围呢 我们就发觉说呢 这样建构出来的 这个定理是告诉我们说呢 则以A等于0为原心 R为半径画原 来 以为A为原心 R为半径画原 as long as 什么条件成立呢 as long as 这个以A为原心 R为半径画原 整个落在D里面的话 则在那个圆盘里面 倒出这个等号是成立的 让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 则以A为原心 R为半径画原心 R为半径画在这边好了 我忘了我要问什么 你把Question插掉 好 则以第三点的这个定理 则所我们要运用这个定理 所给我们 所揭示给我们的文字学 以A为原心 那在A 在这个例子 A就是Z等于0的地方 以A为原心 我们随便 以R为半径画一个圆 画一个圆 画一个圆 R为半径 抱歉 以A为原心 R为半径画一个圆的话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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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 小于R 的这个集合 完全包含于D的话 刚刚那个定理告诉我们 等号是成立的 这个函数会等于它的 它的展开 好 我们还没证明 但是它运用的精髓 是在这边 好 前列条件呢 只要我们画出来这个圆 完全都在D的里面 那我们画出来 这个圆 这样的问题是说 画出来这个圆 有没有完全都在D里面呢 大家搜搜搜看 有没有完全都在D里面呢 结果是 当然是有啊 因为D是全平面 你已经发现说D是 D就是说 E of Z它 解析的一个范围 那解析范围是全平面的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 解析的范围 由于这个D就是全平面 由于我们这个 Everywhere in Erics D是整个平面 所以当然我们Arch再大呢 都还 这个圆柄都还落在全平面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说呢 这就大家蛮有趣 我们因此呢 Apply这个定理 Apply这个Taylor series Expansion的定理 我们就发现说呢 得到一个结论 它一个蛮有趣的结论说呢 这个等号 何时成立呢 等号其实是在 任意的Z都成立的 E of Z呢 横等于 所以in this case呢 我们就发现呢 它这个等号 Region of Convergence 我们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 Region of Convergence呢 Region of Convergence就是 整个平面 整个平面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 看到的一个 第一个 我们Apply这个定理 我们还没证明过 但是强调我们还没证明 大家要开始 闪到好奇是要怎么证明 还没证明 但是我们运用这个定理 就是说服我们自己说的 的确 as a consequence 如果这个定理真的成立的话 确实我们透过远景的论述 E of Z等于等号那个 右边的那个几数核呢 是到处都成立 到处都成立 这是第一个例子 那我就来看到第二个例子 这个第二个例子 就比较有趣 这个第二个例子呢 F of Z 这个F Z如果它是 这个第二个例子 它就是E除以E-Z 那么可以尝试 所以这个思路呢 我们可以尝试 首先F Z在哪边解析 还是在一个一个点 来检查好吗 首先呢 Node F Z它解析的范围是 等于是全平面 除了一个点以外 都到处都解析了 这样大家可以接受吗 我们还是引用 这样一个画图的方式 我在Z等于 以分母等元的0 0的那个地方 打个XX 代表那是一个singularity 好吗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得到说这个 它解析的范围是 D呢是属于整圈平面 插极 Z等于1 唯一一个地方singularity 以外到处都收敛 这我们所知道 好 首先确立这个收敛的 这个收敛 那个解析的这个范围以后呢 我们就来可以尝试 我们就来可以尝试 可以尝试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尝试在Z等于0的这个地方附近 来展开它 来做Tiler Series Tiler Series Expansion 怎么做呢 按照个定义呢 我们要必须去计算 必须去计算 去计算 去计算 在0这点到处的 每一阶的导数 你要算出来 好吗 唯一分一次 唯一分两次 唯一分三次 都算出来 算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等于可以建构出 一个这样的级数 就建构出一个Tiler Series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再次问同样的问题 问同样的问题 那它的Region of Convergence 是在什么地方呢 Region of Convergence 在什么地方呢 当然我们可以去计算 不然还是稍微算一下好了 我们就慢慢来 首先呢 F0 就是带Z等于0进去了 1-0分之1 这样就等于1 alright 然后呢 F为分一次 FZ为分一次 然后取Z等于0 我来试试看 FZ为分一次呢 是应该要等于什么 所以可以告诉我 应该等于1-Z的平方分之-1 但是圈入再乘上-1 然后以Z等于0代入的话呢 看起来 看起来是会等于 F'Z等于1 也等于1 反正再往下算也可以 F'Z 再为分一次呢 首先这个为分一次的结果 超出一下 F1-1 就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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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1 2-1 1-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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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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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3 2 2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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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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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等于右边这个东西 as long as 画出来这个圆全部都 的内部 到处都是 解析的原来这个函数 fz在这个圆的内部是解析 所以呢 稍微跳一下大家可不可以同意说呢 所以这个r可以大到多大 以0为圆心 r为半径做个圆你要画到多大 这个等号都还是会成立 所以我们马上得到一个重要的 一个技巧一个观念 所以以很有用的一个观念 以0为圆心 我们这个圆可以画到多大呢 它可以把那个半径增大到 直到这个圆终于去撞到 直到圆去撞到这个singularity为止 直到圆去撞到singularity为止 等号都会成立 好吗 所以这就是说回答刚刚这个问题 region of convergence是什么呢 region of convergence就是 我们已经找到说这个region of convergence 它刚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第三种例子 有没有 region of convergence它会是存在r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example 所以言下之意 in other word 所以存在r事实上r就是 事实上r等于1 事实上r等于1 in fact 存在在r等于1事实上它的收敛半径就是r等于1 极为收敛半径 并选了刚刚那个引力有没有 引力的导致concing 在这个r等于1的外面接发散 这个东西在z在这个圆的外面接发散 里面接收敛 因为这个扩大到一路到半径等于1 这里面 现在画的这个 这个半径等于1的圆的范围里面的接收敛 外面接发散里面接收敛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例子 这是第二个例子 有问题吗? 可以吗? 好,那这边有一点点remark 这边有一点点remark fz,当给定fz它是在 它等于1除以1减z 我们这个例子里面给定fz是这个样子 事实上我们可以不见得一定要在0附近来展开它 不见得在0附近来展开它 我们可以换个地方来展开 换个地方来展开 我跳到后面找一个来写给大家看 这有个note 以fz等于1除以1减z为例 我们知道说它这个收链的这个范围 收链的这个不是区间 应该说它解析 解析的这个是在全平面上面 除了在1这点 上面是singularity otherwise这个函数到处都是解析 到处都是可为分 那在应用它的展开的时候 是让我们不见得一定从z等于0这点来展开它 它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 比方说这个地方 现在a等于某个地方为原型 某个地方为原型 我们仍然是可以去考虑说呢 只要任何一个点a for any a 在c 只要它不是就是 a不等于1的话 a不等于1的话 我们可以换一个点去从那附近开始展开 从那附近开始展开 那我想讲的是呢 那这样所建构出来 fz呢 还是可以尝试去写一个态勒展开时 则一样 f的n皆为分在a那点呢 然后记得处于n皆乘 n什么意思 从0到5重大 z减这个新的a的n之方 则等号会成立 成立的这个范围是什么 也是一样 就是变成是以a为新的原型 开始扩大这个圆的半径 直到这个圆的半径 刚好撞到它第一个singularity 好吗 所以这个再会在这个展开方式呢 会在这个虚线的范围里面 我们可以同样这个定理告诉我们 在这整个新的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范围里面呢 这个展开式 这个展开式当然会跟在0附近展开式 写起来不一样 但是呢 它的收敛的范围也都不一样 好 这个我想跟在普通的这个十变函数的 菜额展开也是同样道理 我们可以选择在某一个点上面 对s of x 来做菜额展开 那也可以想到在复数平面上 我们可以任意找一个点 以那个点为pore series的 类似原型的想法 以那点附近去尝试做菜额 series展开 那定理所告诉我们说呢 等号会 原来成立这个精髓是说 等号会成立在什么范围成立呢 以a为原型把半径往外拉 直到中到第一个singularity之前 那就是它的收敛半径 那就是它的收敛半径 就是这个power tool 建构出来的power series 它起收敛半径 就是这样决定 好 这一点我想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好 那所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回来看 在我们在证明之前呢 稍微跟大家带几个性质 这个一个 一些也很非常make sense的性质 那我们讲完这个性质的休息过后 再来回来看证明 这边有几个性质是在出现在课本的 这个24.2.10 11跟12的这些的properties 第二个property蛮简单的 它是告诉我们说呢 如果就是同样以a为原型来做 来建构power series 如果这个某一个an为系数建构出来 power series叫做f of z 那其收敛范围呢 是 是到 收敛半径是r1 那如果同意 另外呢 以bn为系数建构一个power series 把它叫做gz 其收敛的半径呢 是要叫r2 那么则 这两个fz去乘上gz 则这个东西呢 当然它等于fz乘上gz 其收敛范围呢 这等号会成立 等号会 当然会在这个 两个圆的交结 也就是说以较小的那者 mini就是r1跟r2 两者比较小的那个做半径 则这等号会在那个比较小的半径的范围之间收敛 大家这样了解吗 比方说以a作为原型 那第一个power series 它这个收敛的范围 是在 收敛半径是r1 那假设 result loss of generation 假设第二个gz收敛的这个范围呢 是稍微大一点 叫做r2 那么则在r1跟r2里面 这两个圆圈圈所交集的这个地方 当然在这个小的圆圈范围里面呢 则两个power series的相成 也会收敛到他们这个 个别收敛结果的相成 这样应该可以还蛮容易理解吧 那另外稍微带一下就是说呢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像多项式展开来 把那个系数表达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用写的会比较清楚 a0会等于a0加上a1倍的z减a 加上a2倍的z减a的平方 再往下加 无穷极数 那去乘以b0加上b1倍的z减a 加上b2倍的z减a的平方 再往下加 所以这两个无穷极数去相成的时候呢 两个无穷极数相成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发现出它的首项系数是什么 一项一项系数来算算看 首项的系数显然会是a0b0 然后第二项的系数可能会是什么呢 第二项的系数看起来 大家是不是可以同意 会是等于 a1b0加上a0b1倍的z减a一次方 再写二次方大家就了解它general 这也不意外 那二次方的系数是什么呢 二次方的系数看起来是不是 大家可不可以同意 应该是a0乘上b2 加上a1乘上b1 再加上a2乘上b0 这就是它第三项的系数 写出来会等于a0b2 加上a1b1 再加上a2b0 然后z减a的平方 然后与此类推 后面你们可以自己写 那我们是说呢 这个建构出来的东西 仍然会是一个power series 并且它也保证它converges to 各自 两个power series相成以后 也是一个power series 那它也会收敛到各自收敛结果的相成 这就是第一个显而易见的性质 我就不再详细去追究 这个是非常的make sense 那后面几个性质我也稍微就念一下 这个都是非常make sense 第一个性质呢 power series它可以逐向去做微分 逐向积分 这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如果f of z 如果f of z 它是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power series 则它的微分 显然就是把每一项都微分以后再加起来 把每一项都微分以后再把它加起来 也就是它的收敛过到的那个函数的微分 所以这个也非常不意外 大家如果觉得这方面想要 有一些疑惑的话 我想我就指定大家自己去阅读 如果你有什么疑惑的话 不过大家知道这些都是非常的简洁 也很make sense的性质 我就不太再去追究去强调 那所以待会下课休息回来之后呢 我们就来做这个taylor's theory 这个expansion 作为一个定理 为什么等号真的会成立 这件事情我来proof by construction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休息10分钟